hello大家好 欢迎光临台湾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一个 台湾史上你可能不这么熟悉的人物 郭怀一 虽然对他不熟 但他应该是你在台湾的和制时期 唯一叫得出名字的历史人物了 或至少是唯一一个汉人名字 如果快速帮你叫回一些记忆 他就是荷兰治理台湾时期 规模最大的汉人反抗事件领袖 历史上是直接以他的名字 来命名这起事件 郭怀一事件 这个事情我们很久以前 在台湾世界时的影片里面有介绍过 大家有空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首先我们要理解 郭怀一事件可不是那边小打小闹 这对当时的统治者 荷兰东一路公司 也就是VOC来说 是一个大大大麻烦 起事的汉人有四五千人 你可能觉得说不多 但你要知道 VOC统治台湾的时候 常住在这座岛上的士兵 行政官僚 加起来差不多几百人而已 了不起可能有一千多人 换句话说 荷兰人要面对的这个造反团体 规模是他们的好几倍 一个弄不好 不用等十几年后的郑成功来袭 他们直接就会被踢出台湾 就是这么的危机 当然郭怀一最终还是失败了 毕竟装备插人家太多了 你拿锄头拿镰刀 你再怎么凶猛 面对荷兰士兵的枪炮弹药 还是会倒在那边 而且荷兰人还使出了 他们在统治台湾时候 经常用的一个招数 就是把邻近的原住民部落找过来 用一些威逼利用的办法 驱使他们去攻击汉人 根据荷兰方面的报告 这场暴动里面 汉人最后大概死了三四千人 完全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这起事件在某个角度来看 好像很频繁 反正就是荷兰人统治压榨了汉人 所以汉人起来反抗 结果失败 但是但是 这当中存在几个疑点 首先荷兰人的人数很少 是没有办法建立在台湾的统治 他超级需要汉人 所以当时开出很多优渥的条件 想办法把汉人带来台湾 那又为什么要压榨他们到反抗呢 另外历史课本里告诉你 汉人反抗的原因是因为争人头税 但是明明是1640年就开始收税 为什么一直到1652年 汉人才起来反抗呢 郭怀依带领汉人反抗荷兰人的 真实动机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又要如何理解这个事件呢 开始咯 首先我要先帮大家补充点背景 就为什么荷兰人统治会需要汉人呢 荷兰人或者更精准的来说 荷兰东印度公司 他1624年在台湾南部建立殖民据典 一直到1662年被郑成峰赶走 前后约莫38年 荷兰人跑来建立殖民地以前 在台湾活动的汉人 数量其实不算太多 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算 不过1500到2000人 这大概是比较晚近的研究者 都会同意的数字啊 为什么这么少呢 几百年前的台湾对中国汉人来说 你知道就是一个超级偏远的 一个海外荒岛 你除非有什么特定目的啊 不然不会有人想要 你知道举家搬到这个荒岛上面嘛 又不是在拍什么实境节目 所以那个时代啊 你在台湾看到汉人 大概就是三种 渔民 商人 或者海盗 他们多半也就是短期来这边待一下而已 所以等到荷兰人过来以后呢 就发现台湾缺少他们最需要的 一个人力资源啊 就是农民 农民的作用啊 当然就是帮你开垢土地啊 生产粮食嘛 没有农业你还搞什么殖民 不过农业生产啊 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啊 在当时的东亚世界 汉人啊 大概就是整个农业生产 做得最好的一群人 而且他们还拥有 荷兰人需要的其他能力 比如说后来荷兰东一都公司啊 就要汉人在台湾啊 爪哇这些地方大量种植甘蔗 生产蔗糖然后再把蔗糖卖回欧洲去 智糖啊其实也是有很多技术细节了 但中国南方的汉人 原本也就在搞这种产业 所以交给汉人的农民来处理 问题就解决了 其他像是修理帆船啊 盖房子啊 打铁烧石绘 都需要一大群的基层劳工来做 因此荷兰人从中国的东南方的 福建广东这些地方 找了很多汉人的农民来到台湾 刚好这些汉人在家乡也快待不下去了 因为中国沿海的土地 差不多被开垦到一个极限了 就这样汉人开始一批又一批的跑来台湾 算是一个海外打工的概念啊 不过你要让原本习惯 固守一块土地的汉人 冒着危险 坐船来到一座陌生的海岛 你肯定是要给点好处的 所以荷兰人给汉人相当优厚的一个条件 只要你来台湾 除了直接给你一块土地之外 还送你一笔钱 额外加码送你一桶牛 当然什么锄头种子反正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只要愿意坐船过来 其他都不用担心 安全方面也给你保障 然后也不用缴税 生病还帮你盖医院 简直就是照顾到无微不适这样 甚至到了1629年 有个荷兰的台湾长官叫做普特曼斯 这个人写了一封信 到巴达维总部去建议说 啊 汉人的男性跑来台湾以后 找不到结婚的对象 怎么办呢 他觉得应该从爪哇或是巴厘岛 输入大量的女性努力 分配给汉人劳工 就可以把汉人给留下来了 这建议后来应该是没有付诸实行 不然后来台湾应该会有一堆混血的这样 不过你还是可以从这个例子当中看到 荷兰人为了引进汉人劳工 真的是费尽心思 使尽力气 所以虽然课本里面去写合制时期 意思好像很单纯 就是荷兰人过来开发台湾建立殖民地这样 但真实的情况是 荷兰人得跟汉人合作才有办法殖民 反过头来说啊 汉人也一样 他们在台湾的肯职活动 也是因为有荷兰人的保护跟扶植才得以发声 现在的历史学界有个很重要的美国学者叫欧阳泰 他就提出过一种说法叫做共购殖民 虽然表面上看啊 荷兰人是老板 在很多方面都有统治支配的强制力 汉人则是荷兰人的打工仔 是被支配的一方 但实际上台湾这个殖民地的发展过程 其实是由这两群人的力量共同构成的 他们展现一种互利共生的伙伴关系 而在汉人群体里面呢 欧阳泰也看到了相当特别的角色 叫做开墾头子 其实啊 就是几个比较有权势的汉人领袖 可能是呢 比较有钱的商人 或者就是某个地方的角头老大这样 荷兰人得跟这些头头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才能够动员汉人的群体来做事 我们故事的主角郭怀一 其实也就是这种带头大哥的人物啊 说到这边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回答了 明明汉人对VOC来说很重要 也给他很多好处 还跟他们共购殖民 为什么 为什么郭怀一还要造反 显然啊 这个合作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导致台湾的汉人举体开始觉得很不爽 其中一个不爽点的确就是开头说的 VOC叫汉人开始缴碎 按照历史学的估算 到了1650年代 台湾的汉人差不多已经到2万人左右了 有了这些劳动力啊 殖民地也就发展的有声有色 相当繁荣 不过荷兰人倒是碰上了别的麻烦 当初他们会跑来台湾 主要就是打算在这个地方 做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转口贸易 意思就是把台湾当成货物的转运港口 据理怎么说 大概就是这样 荷兰人会去找一些汉人的海商合作 让这些商人把中国的出口货物带来台湾 特别是生思 就是那种残宝宝吐出来可以做衣服的东西 那么荷兰人再把这些值钱的生思 带到日本去交换日本出产的白银 然后再拿这些白银去买生思 反正就这样用生思去换白银 就这样往复循环一个涌动机的概念 然后中间就可以赚很多钱 这个转口贸易原本搞得有声有色的 给荷兰人正是赚了不少 但差不多就在1640年代以后 这个转口贸易的利润开始下降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郑成功的老爸郑之龙 他开始在这个时代主宰了东亚海域的贸易 然后郑之龙就切断了中国商人对荷兰人的供货 他的商船就可以直接带着生思跑去找日本人了 就直接夺走了荷兰方面最赚钱的生意 所以荷兰人不只是被郑成功一脚踹出台湾 其实也被他老爸郑之龙搞得灰头土脸 不管是老爸或儿子都要来弄你 非常可怕的一家人 中国贸易衰落的同时呢 但荷兰人在台湾的开销却持续增加 毕竟殖民地变得越来越大嘛 荷兰人要维持城镇的治安 要扩建热烂折城 要统治周遭的原住民村舍 每件事情都要用到钱 用的钱越来越多赚的却越来越少 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征税 在和制时代的中后期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税收 都是冲着汉人来的 后来有个叫做富尔堡的台湾长官 就直接说 诶 汉人是福尔磨砂岛上 唯一能酿蜜的风种 意思就是啊 整个台湾最能赚钱的就是汉人 我不找你要谁要找谁啊 差不多在1640年的夏天 居住在台湾的汉人男性 开始要缴人头税 人头税像前面说的 有些研究认为金额 可能会占去汉人平均收入的一成左右 很不爽但不会活不下去 所以真正惹出麻烦的 不是这个征税本身 而是后来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士兵啊税务员 开始会在街上随便把汉人拦下来 诶 检查他们的缴税证明 诶 你出门也不一定会随身 吸带这种东西吗 或者可能就真的没有缴税 总之有些荷兰人啊 开始故意会找汉人麻烦 如果拿不出缴税的证明文件 我就逮捕你 把你送到热兰浙城去接受处罚 不过呢 哦 如果汉人在当场 你愿意掏出几枚银币的话 诶 我也是可以当做没这回事 反正就要勒索你啊 叫你给钱就对了 这种勒索的事情 后来变得非常普遍 就连远在巴达维雅城的 东一路公司总督啊 都听到消息 到了1651年 也就是郭怀懿事件发生的前一年 好几个汉人领袖 甚至跑到荷兰人的评议会里面 去抗议啊 说勒索的事情已经太严重了 忍无可忍 差不多要爆炸了 人头税额外引发这些问题 大概就是郭怀懿事件的一个背景原因 不过 申收人头税 是1640年代就开始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汉人要到1652年才起来反抗呢 针对这一点 学者们也试着提出一些解释 比如2002年有个历史学家叫韩家堡 他就认为说 郭怀懿事件的起因 跟所谓的菩社制度有关 菩社制度大概是说 诶 汉人如果要跟邻近的原住民村舍做生意 必须拥有荷兰人的许可 后来荷兰人甚至把这种交易的权利 丢给汉人去竞标 这种许可权竞标的制度就叫菩社 结果没想到呢 汉人把这个权利的价格炒作到非常非常高 但实际上面他们根本没办法从交易里面 把本金给赚回来 于是就背了一屁股债 那么韩家堡就推测说 郭怀懿跟其他带头造反的汉人 应该都是去竞标交易权利 结果负债累累的商人 眼看就要被荷兰人抓去关了 他们就想说 直接把荷兰人干掉好了 消灭不了债务 我就直接消灭债权人嘛 非常天真的一种想法 菩社制度是不是郭怀懿事件的起因呢 其实没有定论 比如2015年台大经济系的谷慧文教授 就写了一篇文章否定这个说法 而且谷慧文在论文里面还提出了别的意见 他觉得郭怀懿的负债不是因为菩社制度 反而跟气候变迁有关 什么意思呢 原来他发现郭怀懿造反的前一年 也就是1651年 台湾碰上了异常的干旱 这可能是整个荷治时期 雨下了最少的一年 那么旱灾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作物减产 台湾的蔗糖产量 于是也跟着大幅下降 可是郭怀懿这些商人 在1651年也向荷兰人申请了大笔贷款 蔗糖减产以后 不只是他们没办法还钱 准备被抓去关 就连种甘蔗的汉人农民也赚不到钱了 然后照样还要缴人头税 不管是商人或农民日子都过不下去 所以干脆就集结起来造反 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的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汉人农民确实在1652年 遭受到蔗糖减产的打击 逼得他们必须要起来反抗 这整个造反计划 背后的主谋就是郭怀懿 根据历史学家的估算 事件发生的时候 台湾的汉人差不多有2万人左右 而参与事件的汉人就占了大概4分之1 到事件结束的时候 被杀掉的汉人大概占了2万人里面的 5分之1到6分之1左右 这对荷兰人来说 其实是蛮庞大的劳动力损失 其实荷兰人也有想过 我也可以培养台湾原住民 去掌握整个农耕技术 那我就可以取代这些 好像不那么听话的汉人农民 不过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毕竟种水稻 种甘蔗 这些生产活动本来就不是原住民的文化 而且要当农夫也不是单纯说学的技术就OK 你是整个生活方式都要跟着改变 比如说你几点要起来 要到田里工作 那一年里面什么时候要擦秧要除草 这些都是长久的生活习惯 你没有办法一下就改变 所以从这些层面来看 荷兰人还是必须跟汉人合作 一起在台湾发展所谓的共购殖民 荷兰人跟汉人的冲突 也不只是发生在台湾这个殖民据点而已 我们说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总部 是巴达维亚那里有非常多的汉人 在种甘蔗生产蔗糖 在1740年的时候 巴达维亚的汉人也因为对荷兰人的统治 感到不满发动武装叛乱 最后他们同样没办法打赢荷兰人的火枪 死了上万人 而且荷兰人同样动员的印尼当地的原住民 来协助镇压叛乱 这个世界叫红锡惨案 你会发现它虽然跟郭怀怡事件差了快100年 但在许多方面还是相当类似的 说到这边我们也差不多交代清楚郭怀怡事件了 有一大段时间台湾很多的历史著作 都会把郭怀怡说成是民族英雄 说他是在郑成功以前的抗和极先锋 说实在郭怀怡才不会管什么民族不民族的事情 这种历史解释反映了以前在台湾流行的大中国史观 那时候人们觉得中华民族受到欧洲列强的欺压 所以就想要从过往的历史里面标举出一些对抗欧洲列强的领袖人物 于是郭怀怡就被莫名的冠上一个民族英雄的封号 实际上这些汉人来到台湾 就是一群来赚钱的劳工 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自己能赚多少钱 然后平常的生活待遇怎么样 其实跟我们今天看待工作的心态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今天对工作如果不买 很多人就是离职嘛 不干的最大 但那个时代汉人来到台湾 付出的成本已经太大了 他们没办法说不干就不干了 只能够继续忍气吞声 直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演变成暴动 这大概才是郭怀怡事件的本质 我们前面也谈了两个学者 对于郭怀怡事件的原因探究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到今天 也都没什么笃定的答案 但透过这些讨论 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摘取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稍稍贴近历史的真实样貌 好的 新节目做到这边已经第三集了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们 其实针对大家留言的一些指教 特别在画面上 我们有做一些改进 所以其实大家每集的留言我们都会看 那大家不论是对于内容 或是对于呈现有任何的一个想法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从第一集谈打起 然后第二集谈李将军 然后这集谈郭怀怡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谈哪个国家 或是特定哪个时期的历史人物 基本上都能聊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什么 你觉得很困惑不了解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个人物 或一个事件 带大家比较完整的聊一下 那当然也都会更好的 把一些比较近代 当代的一些研究成果 跟大家分享这样 那最后还是呼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你也可以在大抓州学院上面 支持我们的就是相关的一个课程 那如果你关心教育的话 也可以追踪我们另外一个频道 大抓马 比抓马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